那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一直回想到我人生的所有經歷 然後呢就一一的一一的把它編出來 累積說這個是我一個人生的一個宇宙 一直凝聚在我們這個球 那這個球還沒有填滿 是因為我的人生才過了三分之一 那個損的那個破土向上的那個感覺 就是讓自己每天能做事順順利利的 然後晚上開燈的時候 看著它發光 就覺得每天都充滿希望 因應俱順利利利主席的家庭 看起來如果美麗有創意 還有學生的想法在那邊 為了要做出生意自己的家庭 營養了很多精神和時間 大家都不知道去哪裡能找到竹材 所以一開始就大家都自行騎摩托車去竹山 運那些竹材過來 這段路真的是蠻辛苦的 這個球很大 那可是我每一個小球上面都有裝燈 那我要手伸進去在這個小球上面裝燈 其實我的手不夠長的 那所以就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難 然後想辦法裝上去 對這兩個作品以外 現場還有六十幾家各種名貌的家庭 在到達行客紀念館 頭前的社區交流賣的台電池 出版的婚人科技大學 做他們生活設計的 希望多好學生和民族 沒有一樣的創作意義 那他們必須了解編織 我們請了專家學者來教他們 怎麼樣去編織 然後他們把這樣的技能 跟他們的創意結合在一起 再讓點燈的方式把它亮起來 把文創的精神也帶到在地來 真的讓學生的力量能夠跟社區結合 把他們的創意跟社區居民的需求 做一個結合 讓雲林的農民 讓雲林縣的居民 可以有更多文創方面的認知 在地的融織 先為設計材料 用以後創意的卡式 就變成五地鐵石的爪丁 這作品為學生拿到作業的形勢 也讓社區交流的北台 增加了藝術的食材 繼續靈一靈 蔡英報道